雷霆出击铲除黑鹅 斩断身向蓝色粮仓的盗窃黑手 保护了我们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这种严打 之后现在基本上都能够风平浪静 水井力鉴出鞘 如何知密水域防控网络 护航粤港澳大湾区黄金通道 实现的主要功能就是 密集 情报 指挥 侦查 打击一体化的防控模式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来关注打击海上犯罪行动 我国拥有广阔的海域面积 丰富的海洋资源 2023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增长6% 海洋经济不断为国民经济增长助力 为了护航海洋经济发展 公安部门始终保持对突出 涉海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2023年共破获非法捕捞 非法踩杀 走私 偷渡 盗窃 等各类涉海犯罪案件 2200余期 打击涉海违法犯罪的背后 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来看几起警方侦破的案件 金秋时节 广东湛江迎来了 金昌鱼丰收的季节 这一天天还没亮 湛江的这个渔港码头上 已经是人头攒动 渔民们享受着丰收的喜悦 但是养殖了25年金昌鱼的老林 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他发现自家的养殖场 出现了异常现象 1000斤的鱼饵丢进网箱后 居然有近500斤的鱼饵浮上水面 每天都是投入同样的鱼饵数量 这天饵料却还剩了一半 没被鱼饵食用 经验告诉老林 鱼的数量减少了 警觉的老林立刻嘱咐工人 加紧日夜寻查 果然 几天后的夜里 老林他们就在网乡附近 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 你就看到他 我的船在这里 他就在那个营乡里 数个人 我们就是用那个刀 站一下他就跑了 跑得太快 我们赶不上 茫茫大海之上 无法用灯光探照到远方 这也成为了盗窃嫌疑人 最好的掩护 他们趁着夜色和养殖户们 玩起了捉迷藏 网香养殖金鲧鱼投资成本非常大 一个圆形网香周长大概八十米 深七米 单单建成一个网香就要耗资近二十万元 后期购买鱼苗饲料工人费用的成本开销 往往就超过了千万元 以前做一个木牌慢慢搞慢慢大 就赚一点钱 记录一点钱来 现在投入就比较大一点 刚刚做了二十多个牌 都淘了三百多万 还有料苗玄 日本就一千个万 都两千万 眼瞅着丰收在望 自己辛辛苦苦养殖的金鲧鱼 却不翼而飞 老林气愤不已 立刻向公安机关报警求助 我们港行行政大队成立了专案组 展开了侦查 然后发现了当事人的 以大量的被盗 我们就成立了三个调研组 一个是研判组 一个是轴防组 一个是暗防组 广东湛江三面环海 海岸线总长 二千零二十三点六公里 海域面积两万多平方公里 凭借优良的生态环境 源源不断盛产大量 天然优质海鲜产品 金鲧鱼就是当地海洋牧场的 明星产品之一 相关从业人口近一百万 其产业链年产值达一百亿元 是令当地增收致富的黄金鱼 黄金鱼丢失 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 这个损失很大的 他偷的量很少 但是他把网线打开之后 那些鱼就走了 所以有些就被他偷到破场 专案组迅速对湛江全市盗窃 金鲧鱼案件 进行了认真梳理 从作案时间 作案区域 作案手法等方面 进行了深入分析研判后决定 对多起案件展开并案侦查 这种类型的案件呢 它是有几个难点 第一个是没有具体的案发时间 没有目击证人 没有监控视频 所以也就造成了我们获取线索囊 侦查的这个过程比较难 然后后面就是审讯的定罪囊 一直以来 由于海洋牧场不受围栏 范围又大 平时很难看管到位 海产品的丢失 让养殖户们苦不堪言 尽快破案 捍卫渔民们的财产安全 这块大石头 压在了办案民警们的心上 但是到哪里去寻找案件的突破口呢 我们专案组经过综合分析 既然有盗 那肯定有销 所以我们将目光转向这个销售市场 案发当地各大市场中 销售金昌鱼的坛档 少说也有上百家 养殖户们饲养的金昌鱼身上 也没有记号 侦查工作一度陷入困境 但民警们并没有放弃努力 我们走访市场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比较可疑的商户 他这个人叫福某名 他是长期有固定的货源的金昌鱼 而且这些金昌鱼都是未完一斤的 按照市场规律 低于一斤的金昌鱼价格不高 养殖户们通常会在金昌鱼 长到一斤时进行统一的捕捞出售 民警很快锁定了福某名 作为案件侦办的突破口 围绕福某名的社会关系 展开全方位调查 果然从中发现了一位 与福某名关系密切的男子 陈某二 又发现了他与一个陈某二的人 有平凡的交易记录 由此我们就推断 这个陈某二 就是将偷来的金昌鱼 卖给这个福某名 陈某二他这个人有多次的犯罪前科 而且他在他们村里面 有一定所谓的微信 所以他底下有一班人 在这个实施盗窃的整个过程之中 他会安排人上船与他一起去偷鱼 然后安排人运输 安排人提供这个柴油 还有冰块 安排人在固定的地点 等待他们这个鱼 到来之后 进行一个分解打包 我们去那边那条床 那里 对 那个灯光亮子的地方 我们去看一下 民警埋伏在陈某二 经常出没的小码头 和金昌鱼被盗的养殖基地之间 很快就捕捉到了陈某二等人的身影 至此 一个盗销金昌鱼的团伙 逐渐浮出水面 经过近两个月的缜密侦查 专案组逐步摸清了 该团伙的组织架构 角色分工 作案规律和犯罪窝点情况 深入掌握了该团伙 涉嫌盗销金昌鱼犯罪的事实 并固定了大量的犯罪证据 2024年3月22日 由广东湛江市公安局 港航分局牵头 联合湛江海警局 雷州市公安局 发起了收网行动 出动警力110多人 组织7个抓捕小组 在峡山 赤坎 雷州等地 同步实施收网行动 成功抓获犯罪嫌疑人7名 打掉盗销养殖金昌鱼犯罪团伙一个 扣押涉案货车一辆 银行卡等财务一批 2024年3月的收网行动结束后 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 在湛江持续开展为期半年的 打击整治海洋牧场 盗销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我们会提醒这个养殖户在哪个时间段 哪一条必经的路线 或是哪个类型的规律作案人群 去提高防范 形成一个综合打击 综合治理 共同打防管控这么一个队伍 另外我们还加强了对养殖户 证据收集的指导 很快专项治理行动的举措 就起到了作用 2024年4月6日凌晨5点左右 还在熟睡中的养殖户老张 接到了巡逻工人的电话 称养殖的生蚝被盗 听到自己辛苦劳作的成果被盗 老张心急如焚 一边报警 一边开船去拦截 警方接到报警迅速出击 现场抓获犯罪嫌疑人8名 当场扣押渔船3艘 手机7台 经撑众后发现 该团伙共计盗窃5.23吨生蚝 涉案金额约4万元 在广东省湛江市公安局的 金星部署下 截至7月15日 打击整治海洋牧场 盗销违法犯罪专项行动 共发起了6次集中收网行动 打掉犯罪团伙14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67名 破获涉海洋牧场案件30宗 缴获被盗水产品 船艇设备等一大批 湛江公安给我们 整个湛江的一页产业海洋牧场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好事 是保护了我们这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通过这种延挡之后 现在基本上都能够风平浪静 整个产业不单是养鱼的 包括养山豪的 养虾的 这些现在都是荒兴鼓舞的 全长约24公里的深中通道 是连接粤港澳大湾区 城市群之间的重要交通纽带 随着深中通道的建成通车 海洋渔业 水上运输 水上旅游 对外贸易等相关水域经济 迎来了蓬勃发展的重要机遇期 但同时 辖区水域治安管理所面临的压力 也与日趋增 如何确保黄金通道健康安全运行呢 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 这是深中通道水上公安检查站的民警 追击走私船只的执法画面 30分钟前 广东中山市公安局 打击走私支队三大队的民警 通过雷达搜索 成功锁定了深中大桥附近水域的 一艘可疑船艇 中山水井02618艇 现雷达史在深中通道 深中大桥段附近水域 发现一艘可疑船只 请你们立即出艇核查 如果你是钓鱼艇 钓鱼艇那你一般可能就会在 某一个地方就停在那里了 是吧 它就一下子快 一下子慢 一下子快 一下子慢 这个就是比较可疑的地方 因为当天的这个海上环境 还是比较黑 大概十多米 你就看不到它了 所以说我们通过五人机 指引我们的直发艇去追踪它 因为五人机呢 它可以实时地把这个画面回传回来 这艘嫌疑船艇自以为可以瞒天过海 却不知道一举一动 早已在警方的监控下 无所遁形 为了逃避警方的追捕 嫌疑船艇通过抛制物品 蛇形灶浪 使用灭火器喷射民警等方式 妨碍执法 首先是由第一条直发艇 对它进行一个追捕 然后我们第二条直发艇 就在后面打捞货物 面对疯狂逃窜的嫌疑船艇 警方执法艇追击何为 这艘疑船艇被成功逼停 现场抓获船艇驾驶员两名 扣押涉案船艇一艘 并缴获走私龙虾202.6公斤 2023年5月24日 位于广东省中山市马鞍岛最南端 东六围片区的深中通道 水上公安检查站正式启用 其位置仅名珠海 与深圳保安广州南沙 割海相望 从水路到香港 最快仅需40分钟 为守护粤港澳大湾区水域秩序 注入了一股新力量 这条船的全称叫做海盾1550 是2022年中山市官局 与中山海市局 以双返合作的模式 交付给中山市官局投入使用 这条盾床的总长85.5米 宽25米 形身2.47米 常态化配备船艇5艘 能满足30人同时定点驻寿 执法办公 我们这个船 原来它是铝合金结构的 然后长度是13米5 主要是由五台水芯的发动机 提供动力 每一艘的动力是350匹 最高的这个速度可以达到59节 也就是我们地面速度的 109公里每小时 作为广东中山市水上执勤的重要 助手点 集结点 补给点 深中通道水上公安检查站的设立 使中山市水上防线整体潜移了8公里 处置珠海横门口水域各类景情 时长缩短了15分钟 现在有没有什么愚惑啊 今天 如果说你们晚上在这边的话 你发现有什么可疑的话 到时候给一下我们电话了 好不好 广东中山地处珠海口西岸 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滨海连江 随着珠海口东西两岸融合互动发展 改革创新实验区和深中通道的建设 中山水域逐渐成为支撑粤港澳大湾区 经济协同发展的黄金通道 水域治安管理面临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2023年6月27日23时 深中通道水上公安检查站雷达专班 收到一条狱警 在雷达指引下 执法艇与一艘可疑船艇正面相遇 可疑船艇快速偏航避开执法艇 并掉头逃窜 当时我们出艇是我们支队的两艘执法艇 然后在家村康新区分局 也有艘水面的这个执法艇 我们三艘艇去夹击的 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合围的这个态势 然后它只有去冲滩 最后就搁浅 一切尽在民警的掌控之中 面对三艘执法艇的围堵 可疑快艇只能向着河堤方向一路狂奔 并在临海河堤冲滩 两名广西级快艇驾驶员 七艇逃往岸上 被岸上警力一举抓获 而快艇上的五名偷渡人员 也被警方成功抓获 我们有一个快分合围 就是岸上的警力 跟我们这个水上的警力进行配合 当这个雷达指定一发出之后 岸上的警力也同时会到达指定的这个地点 相差的这个距离不会太远 所以它只要一冲滩 我们的岸上警力 就可以对它进行实时抓捕 作为过滤水域各类风险的重要屏障 提升水域大防管控能力的重要载体 深中通道水上公安检查站 实行24小时全天候勤务运作 日常重点开展对横门洪麒利 两大出海口门 以及马鞍岛沿线水域的巡逻防控 在一次巡逻中 执勤民警凭借丰富的经验 和敏锐的洞察力 发现了红树林湿地公园中的 可疑小渔船 发现一艘可疑小沐船 眼看执法艇驶来 小渔船不但没有停下 反而掉头就走 作贼心虚的举动 立刻引起执法民警们的怀疑 巡逻民警第一时间登船检查 你好 我们是中山水井 现在一把对你的船进行检查 请予以配合 经过仔细搜查 执勤民警在小船内 收缴出一只疑似夜路的火鸟 和幼鸟器一个 这个不是他第一天 第一次来抓这个野生动物 这些鸟子了 他有一些是在岸上 那一排网的话 他那个鸟呢 这分钟可能都飞到那个岸边去 然后都给网住 随后民警在这个嫌疑人 作案现场和住处 收缴了夜路 鹤翅鸦 白面水鸡等一批 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 在众多涉害违法犯罪活动中 走私犯罪一直是屡禁不止 受巨额利益诱惑 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 通过海陆大肆实施走私活动 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利益和市场秩序 2023年8月起 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联合部署 在全国开展打击海上走私犯罪专项行动 向各类海上走私犯罪发起零力攻势 截至2024年6月 打击海上走私犯罪专项行动 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2024年1月 福建海警局获悉一条线索 一名高姓男子在福建沿海 雇佣大型船舶 从事毒品走私活动 且多次途经我国南海 前往境外进行分销 福建海警局将这条线索 通报给福建省公安厅 并成立了联合专案组进行侦办 成功锁定了毒品运输船舶 3月上旬的这一天 嫌疑船舶突然驶离辖区港口 专案组会同中国海警局 南海分局福建禁毒总队 迅速海陆联动同步收网 这天凌晨5时许 执法员在目标海域 发现了嫌疑船舶 海警执法员准确把握时机 操纵舰艇进行追击 成功堵截控制了嫌疑船 在这起特大走私毒品案中 警方缴获毒品近1.1吨 抓获犯罪嫌疑人9名 查扣运毒船一艘 2024年5月27日 广西防城港海警局 在防城港市江平镇万维附近海域 开展近海2024 打击海上走私专项行动 防城港海警局充分研判 辖区形势 依托技术手段 派遣150余名精锐执法力量 及9艘执法艇并分多路 在万维辖区海域严密不空 对走私团伙实施纵深打击 当天16时需 海警执法艇发现 前方有4艘疑似酒店船旁 各停靠数艘摩托艇 海警执法员随即亮起警灯 并表明身份上前查击 我们是公共海警 跟他们类似停船 天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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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停船 嫌疑人发现海警执法艇后 手持镰刀 砍断船与船之间的固定缆绳 并启动发动机 企图加速逃窜 海警执法员立即采取航路管制 将船舶围追堵截在附近豪排棚 同时利用有机时机跳到酒店船上 成功控制嫌疑人 经过4个小时的奋战 海警执法员一直抓获嫌疑人13名 在整个行动中 警方连续查扣37艘涉嫌走私船舶 查获涉案香烟22.5万余条 白酒1670瓶 总案值约8000万元 截至2024年6月28日 全国打击海上走私犯罪专项行动 共侦破各类海上走私犯罪案件 1087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5846名 扣押涉案船舶638艘 查获冻品3.5万吨 成品油4406吨 香烟1.7亿只 农海产品3366吨 矿产原料31万吨 及酒类5.4万件 全国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 坚持海陆一体全链条打击 持续加大 打击海上走私犯罪工作力度 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 从斩断身向海洋牧场的盗窃黑手 到护航粤港澳大湾区黄金通道 再到严打海上走私犯罪 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海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 结合不同海域和岸线的实际情况 深入研究把握海洋犯罪活动规律特点 集中攻坚精准发力 深挖源头 严打幕后 一系列组合拳下来 让各种涉海违法犯罪活动得到有效遏制 我们相信有了公安干警的保驾护航 我们向海图强蓝色动能将更加澎湃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